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看到前面那一位委員 他就是打了高端 所以他現在很擔心他有沒有辦法出國 他問了非常多問題 我就幫他追問一個問題是說 剛剛您提到說現在目前的進度 是在委員會內部的討論 所以實驗 因為剛剛說實驗要做3到4個月 所以實驗是已經完成 現在是委員會在進行討論是這樣嗎 沒有 沒有 相對裡面我們是在這一部分 因為這情況也算是比較緊急的情況 所以我們大概基本上希望 實驗已經完成嗎 高端混打的實驗 還沒 還沒 那你們委員會討論的依據是什麼 那就是說專家的意見裡面 去做相關的討論 譬如說我們這種吃單位混打 這樣的安全度到底夠不夠 我現在對國際的資料等等 但是說高端針對性的 那當然需要有些資料 但是我們當然總起一個大的一個方向 這要出來 所以要專家先來討論 也許認為說吃單位混打 根本就不行 那你就沒有什麼 所以現在還停留在 就我認知是 聽起來是 像AZ加BNT是比較確定說 可能可以直接參照 國外的一些實驗來進行核准嗎 AZ加BNT比較單純嗎 而且竟然那個台大試驗的結果 也陸陸續續出來了 了解 那請問一下高端的混打這個部分 是已經有在進行實驗嗎 還是說還停留在您剛剛講的 是在方向上面決定 是否要朝這個方向去走 混打的實驗有在做 但時間上要完全追得這麼急 恐怕是有問題 那時間會拉得比較長一點 所以這樣的問題我覺得 因為高端開啟的時間 比AZ開啟的時間晚很多 我們到8月底才開始打高端 您的意思說實驗上的進度來講 也確實會比較慢 是這樣子嗎 對 一定會比較慢 那剛剛您回答前面我也有提到說 這個重症死亡率 目前在台灣是有明顯降低 您剛剛有提到這一句話 我是說世界的趨勢 你說世界趨勢在打疫苗之後的 重症死亡率嗎 我不敢講 對 當然有多次 是不是解釋成是疫苗的關係 還是這一波病毒的變異的關係 那各有論點 還需要再看 像日本這次 他現在降到從以前那時候 五六四五千人 三千到五千 降到現在剩下200多 甚至前幾天還有到 100個以下 我覺得部長剛剛講的這個 有一個理論講出來就是說 因為我看起來 日本其實也看起來像是疫苗 因為他這兩個月疫苗打很高 但有另外他們自己有在解釋說 那個變異是不是疫苗 就是說那個病毒有變異 贊成他自然的 就是消解的比較快 病毒變異之後他的那個衰退的會比較快 所以沒有辦法造成那麼大的大波的感染 是這樣嗎 對 好像也有一種講法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剛剛聽起來是蠻令人振奮的消息 但是我希望部長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社會溝通 因為上一次我跟您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有對話到包含說是清零的這個政策 或者是與病毒共存的世界趨勢 那這一段質詢 其實在網路上也引起蠻多討論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與病毒共存 就是放病毒進來 但是我想部長在這邊應該可以澄清一下 與病毒共存它其實是一個未來 說我們透過疫苗的方式 或藥物的方式 讓它慢慢走向 比較像是類流感方式 我不知道部長對於這個事情 是不是像中症死亡率降低 它可能就是透過我們有一些工具 防疫的工具它可以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不知道部長您覺得是這個 基本上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政策的方向還是清零 那但是有一些情況 我們必然是有一些妥協 而這個就是妥協 就是大家在講說以病毒共存 但以病毒共存就有一點點 會與病毒共存亡 我們當然要把亡降到最低 那在適當的橫平之下 能夠讓社會開放 然後讓它正常的運作 是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與社會的溝通 才是相當的重要 對 那最後一個小小的陳情 就是因為今天早上10點 不是BNT預約登記接種 我們有接到一些陳情是說 他們其實之前沒有做意願登記的時候 登記BNT 結果今天要登記的時候 其實預約接種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去改他的意願登記 我想今天我們那個疫苗預約平台 就是你也知道就是1億9千6百萬 我們應該不會 沒辦法讓人家隨時 可以去做這些意願的修改 我想這個部長小問題啦 但是帶回去 平台能夠讓更便民更好使用 其實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尤其像我們現在在拼覆蓋率 讓大家都能夠隨時打到 像您剛剛講 多樣性選擇到疫苗很重要 所以這個小小的問題 請平台回去做一下修改 謝謝 你這個想法跟我想法是一樣的 我一定要多服他們現在要做 因為好像是10月28號之前登記 他醫院他才可以 今天才可以登記BNT 因為那個時候是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量很少 修改一下 我們花的錢蠻多的 所以本錢這樣做了 對 現在還是沒辦法 這功能還沒開 所以麻煩部長帶回去 小小的澄清 謝謝 應該的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